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七月医生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聊一聊我们人类的健康 我们人类可以这么说 生老病死是我们必经的一个阶段 很多科学家致力与研究 如何能延长我们的生命 那么如何能让我们青春永驻 不会衰老 当然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心愿 任何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这个阶段 我们人体的生命是特别复杂的 来源于一个胚胎钙细胞 那么造血钙细胞可以这么说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胞 它在我们的血液中 骨髓中 它是生命的种子 那么衰老会导致人们 比如说很多的症状 比如说脱发 头发灰白 驼背 胸前退化 骨质疏松等 一系列的一些外在的表现 最近在世界顶级的一个期刊杂志 叫Nature Communication 美国佛罗里的大学 创新竹形钙细胞研究团队 他们发起了一篇重磅的论文 发现什么呢 发现在骨髓中有一个蛋白 叫Nature 1蛋白 AETRN1蛋白 它是激活钙细胞 DNA损伤肺的一个重要的因子 如果能够补充它 补充这个Nature 1蛋白 就能够使衰老的钙细胞 重返青春 这个是让人听起来很热血沸腾的 这么一个结论 我们再来看一看 那么造血钙细胞 它作为一种多潜能的钙细胞 它能够分化成多种血细胞的成分 还有包括我们的免疫细胞的能力 同时还能自我的更新 第二个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体内造血钙细胞的数量是增加的 很多人说了 这是好事情 但是功能却大幅度的下降 数量增加 但功能是下降的 研究者将衰老造血钙细胞 移植到年轻个体的一个骨髓内 就是衰老者的钙细胞 发现什么呢 衰老的造血钙细胞功能 重新回到了年轻的状态 说明骨髓的微环境 是影响造血钙细胞衰老过程的重要因素 就是把年老的造血钙细胞 放到年轻人的骨髓内 它又重发了一个青春 那么骨髓微环境中 到底是什么因素调节能够使衰老 肝细胞重新回青春呢 那么科研团队发现 可能是NATUR1蛋白 它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 它是一个轴突导向因子 能够辅助胚胎神经元的一个生长发育 更重要的是 它是调节骨髓生态未衰老的重要生长因子 好 因此研究者决定将它作为一个靶向蛋白 研究造血钙细胞回春的一个神经功能 科研团队就将敲除了NPN1后的一个小鼠 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佛罗里的大学科研团队将表达 NATUR1蛋白的基因的NPN1敲除 敲除完以后 造血钙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均严重的一个下降 另外NPN1缺失也会使骨髓内血管内皮的完整性受损 血管发生了渗漏 脂肪细胞大量的积累 脂肪细胞是无效的衰老的一些组织 这些都是骨髓衰老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更直观的表现是16个月的NPN1缺失的小鼠 毛发变得灰白 身体外在的衰老特征非常的典型 另外NPN1缺失小鼠骨髓的尖冲止干细胞发生了一个损伤 影响了DNA的损伤后的修复反应 最后补充一下 如果给这个小鼠重新补充NPN1这个蛋白以后 那么衰老小鼠的骨髓就重新变得年轻了 而且外源补充的NPN1降低了骨髓干细胞DNA的损伤比例 什么意思啊DNA损伤减少了骨髓的啊 就是骨髓的干细胞又重新的回到了年轻的状态 而且数量也增加了功能也增加了数量增加了四倍啊 所以说这个NPN1啊蛋白有可能会成为以后 我们延缓失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的把解 那么它到底能不能具有一个对我们人类能不能有一个神奇的效果 当然还期待着未来的科学研究团队给我们一个研究 那么希望啊 当然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健康幸福平安快乐 也欢迎大家关注气候医生共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